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南美自由杯决赛在周日凌晨火热进行 对阵双方为两支巴甲队伍法林明高和巴拉纳体育会 两队将在厄瓜多尔城市瓜亚基尔展开角逐 算上境界 巴甲队伍已经称霸南美自由杯四年 法林明高早前已经问鼎巴西杯冠军 当中也采过巴拉纳体育会 半准决赛淘汰巴拉纳体育会 而经验上法林明高无疑更为丰富 不妨看好法林明高筋扑赢球捧杯 今界南美自由杯决赛乃是法林明高过去四年间 第三次踏入这个舞台 球队在2019赛季夺得锦标 上界决赛不敌彭美拉斯无缘捧杯 今界赛事卷土重来 一路过关斩江沙入决赛 法林明高今界南美自由杯表现十分抢眼 分组赛五胜一合的佳季晋级 三圈双回合制的淘汰赛全取获胜 分组赛贡献15个入球 淘汰赛6场攻入17球 法林明高所展现出来的是恐怖的攻击力 屁股西美依然会成为法林明高的主力前锋 这位攻击手在今界赛事已经攻入12球 而他更在近两次面对巴拉纳体育会的比赛中有过入球 此子金杖值得关注 另外 法林明高除了底运更充足之外 球队在整个10月份隔向赛事都保持不败 状态相当不俗 法林明高今扑赢面无疑更加大 阵容方面 后卫洛迪高卡尔奥和前锋班努亨利基都阴伤眷勤 巴拉纳体育会近况就相当不稳 球队过去四轮联赛输足三场 与法林明高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巴拉纳体育会今界南美自由杯晋级过程并不像法林明高那般一帆风顺 分组赛最后一轮击败卡拉卡斯才得以确保晋级 16强半准决赛以及准决赛都是以两回合总比分一球的优势淘汰对手晋级 每场比赛都显得惊心动魄 其实巴拉纳体育会作为上届南美球会杯冠军得主 球队今年又走到如南美自由杯决赛 已经算得上是超水准发挥 只不过他们最近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杀入南美自由杯决赛要追溯到2005年 在更高水准的南美自由杯并不似南美球会杯那般轻松 此番面对势如破竹的法林明高 巴拉纳体育会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C马歇路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